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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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考中取万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的范园于恨 感谢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那现在参加凡人游喜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来参与报名 马上就是年末岁尾了 要过年了 我相信很多现在的单身男女朋友 现在心里都在担心 马上回家了 会不会被父母 被亲戚朋友问到 怎么还没有谈恋爱 又没有耍朋友 什么时候结婚这些让大家头疼的问题 但是你看也有聪明的人 想到马上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了 就赶紧来到我们凡人游喜 因为这确实解决这个问题的 很好的一个途径 就算最后没有相亲成功 至少让父母知道 你在这条路上再努力 也让他们放心 放心不是吗 那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就是外地的一个男生 来到我们重庆工作了 平时没有时间谈恋爱 眼看快过年了 赶紧来发人游喜相跟亲吧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男孩 大家好 我叫张文 我今天人是五岁 我现在主要从事食品 去处理这一块工作 我月收入在五千左右 我是四川年 因为我现在工作在重庆 所以说在重庆 现在就没有房子 本期交友男嘉宾张文 25岁 身高硬 76 职业 赤贫后期处理 月收入五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情感经历的就是 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 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们因为他们家在西场嘛 距离太远了 怕他家里面都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然后被迫 然后都走到尽头了 我的兴趣啊 平时比较光泛 我比较喜欢打球啊 然后跟朋友一起发山啊 然后约几个朋友一起玩游戏啊 我女嘉宾要求 其实也只有身高一米六 一上嘛差不多 然后长相一般就行了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去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合适啊 看着眼就可以了 男嘉宾则有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零以上 二 长相一般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四川男孩 正是因为他家在四川 所以在重庆呢 目前还没有住房 月收入是五千多 当然这个年龄才25岁嘛 这个收入呢也算是 普普通通过得去 男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 基本上是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160以上 长相一般般就行了 真的吗 往往这种说 长相一般般就行了的人 可能最后会很挑剔女生的外形哦 那么男嘉宾是不是 隐藏了外貌控呢 让我们的节目来检验一下他 张文你好 你好 好凉快 来给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叫张文 很可爱是不是 那我觉得他可爱的地方 在哪里呢 来相亲 不知道自己要相什么亲 自己对另一半的 择我要求是什么 唯一的就只有一个身高的要求 是吧 对 那你觉得这个身高 合适了可以带回家 过日子了吗 这个应该还是要看 接下来的相处吧 我觉得 是啊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点犀利的 没想到你给我们编导提供的要求 就是我只要身高 是 现在只有这一个要求 只有这一个要求 那我想问一下 以前的恋爱经历有吗 以前 以前大学的时候 谈过一次恋爱 那现在毕业工作几年了 已经 两年了 两年了 中间都没有出对象啊 对 是不是每一年回家 过年的时候父母都会问 那肯定的嘛 父母当然 着急了 对 所以今年学聪明了 知道在咱们重庆 有个很火的相亲节目 叫凡人游喜报名来参加 是 那来到节目 现在初初对着镜头 感觉如何 就是来参加相亲节目的这种感觉 因为第一次相亲 感觉有点紧张 还是有点紧张 你是没有要求的 但是我们编导 不会那么不负责任的 就只看身高 就给你找一个过来 因为你本身的职业 是做后期的 对吧 行 那我们也匹配到了一位 就是说 虽然不是同一个工作 但是有点相近的 做动漫设计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那挺好的 至少会有共同语言 至少可以打开画匣子嘛 是吧 是 那行 那我就给你一个线索 你看我们今天呢 是在南宾路上相亲 我们女生长发飘飘 她说她要给你约在一棵柳树下见面 其实今天很好找的 那么冷没有人会在江边吹风 所以既然以前有恋爱经验 还是大学校园的恋爱 所以搭讪初步认识这个阶段 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吧 自己去可以吗 可以 好 就期待你好好表现 好不好 好的 这种见面难度并不大 毕竟大冬天江边柳树下 独自站着的女孩并不多 好 好 你是见到女嘉宾吗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觉得她比较文艺 也比较甜 感觉还不错吧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的名字叫赵磊 我今年23岁 我的职业是动画与制作 然后我的底薪是4000左右 提成的话会比较高 我来自山东 我在重庆上学 然后在重庆有工作 现在也打算在重庆发展下去 本区交友女嘉宾赵磊 23岁 身高1.60 职业动画制作 月收住4000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是在山东老家那边家长介绍的 然后因为她不打算在重庆发展 所以就因为异地而分手了 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 也比较喜欢调酒 我的则有标准是 身高在1米75以上 希望年龄比我大3到5岁 然后兴趣爱好又比较相同 希望不要在异地 女嘉宾则有要求 1.身高1米75以上 2.年龄26到28岁 3.兴趣爱好相同 4.在同一城市 不易地恋 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也很好玩 还有一个叫赵磊 一个叫张文 我最开始看到资料的时候 以为是搞错了 好吧 那个初次见面 又选择在江边 我们女嘉宾这个发型 都被吹了有点凌乱了 好像这样子的打招呼的方式 我先问女嘉宾感觉如何 挺好的 感觉挺好的 你呢 我觉得也还可以 还是有点唯美的浪漫的感觉 那行 不知道今天两个人 能不能够上演 让我们都期待的爱情故事呢 所以接下来男嘉宾先努努力 好的 今天天气有点冷 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 坐下聊聊天不 那行 你看 邀请啊 好 来 好 走吧 我见男嘉宾 还是感觉比较喜欢的 是我喜欢的类型 比较阳光一点 然后还是觉得挺合适的 挺好的 好 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这个妹子还很厉害 她是学动画制作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动画制作 这个航大还是蛮热门的 跟男嘉宾这个视频后期 其实是有一定的共通点的 但是妹子的收入呢 就相当不错了 听她说这个意思 我感觉应该是比男嘉宾 收入还要高一点 那么她平时的爱好呢 又是喜欢挑挑酒啊 画画画啊 就是比较文艺的这种女生 那么我们的女嘉宾和男嘉宾 见面之后 感觉会怎么样呢 你的工作是动画设计 还有我最近是后期间去 我觉得我们俩工作应该差不多 都是 嗯 那么平时的兴趣还是什么呢 我可能比较文艺一点 就是比较喜欢到处出去玩 然后画画 然后也比较喜欢调酒 你还会挑酒啊 嗯 你挑酒直选的吗 是 我是在酒吧跟别人学的 你也喜欢去酒吧呀 哦 你经常起步啊 就是平常就是有时间的话 就是朋友喊我 一般都会去的 反正我不喜欢去酒吧 我觉得无言长期的话 我就没有少气啊 她喜欢挑酒 选去酒吧 这一点跟我的心情 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也完全不能介绍 我感觉就是年轻人 不都会去那个地方吗 我感觉 那你一般平常都玩是吗 一般我平时在家的话 就是看电视啊 玩会游戏啊 反正在家里嘛 我感觉你可能过的是 老年人的生活吧 我平时 白天 白天比较喜欢出去刷呀 就是爬山啊 然后约几个朋友一起出来刷回来 但是晚上我很少出来刷 晚上也没在家里面 那你还是 就是家人眼中的 比较乖的了 还行吧 反正父母他们也不会 我担心了那些 那你工资是多少万一个月 我是 我的工资一般是在 就是底薪是四千 然后如果有提成的话 会有 会多一点 那你过一大开工资多少来 一般是在八千至一万左右 怎么高啊你们这个 还行吧 那你工资还挺高的 你觉不觉我工资比你低啊 感觉就是你以后的工资 应该也不会一直那么低吧 以后的时间也说不定了 你只要你工资太高了 搞得我压力很大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上级心吧 就是只想着就是比自己找一个更差一点的 没有说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刚才他说他工资比我高 我都觉得要不得 因为他工资太高了 我工资也没有他高 感觉两个人的话差距比较大 不平衡嘛就是 虽然说现在他觉得他不嫌弃我 但是以后呢 以后比如说长久下去 他会不嫌弃吗 经过简短的了解 两人似乎对彼此都有些血不满 男嘉宾买回奶茶回来 更是与女嘉宾无交流 两人就各自喝着奶茶 也不愿多看对方一眼 来 两个人这个时候 我感觉空气都凝固了 你们可以坐过去一点 一点点 那个 怎么回事呢 买了奶茶 喝着奶茶就没有化疗了 可能是我们的薪水还不通吧 我平时晚上让我们学员在家里面拿 像他晚上平时都学员在外面去刷 这种我点不能接受 而且我觉得酒吧里面无言脏心 我不是很喜欢 感谢男嘉宾的这种坦诚 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咱们相亲嘛 有什么话直说是对的 这是你现在目前的一个顾虑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 他工资比我高 我感觉我压力很大 这个 因为比你高还不好吗 难道你喜欢那种没有工作的吗 也不是啊 就是你工资比 现在工资比我高太多了 我感觉压力很大呀 工资比在家说话就没有 一个感觉 我们来捋一下 你现在呢是有两个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是觉得女嘉宾就是喜欢 就是晚上玩 去夜场 这点你接受不了 还就是工资上的问题 对不对 以后可能掌握不了家庭的主导地位了 这个很多男生都会担心 没问题的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对于男嘉宾现在目前的这两个疑问 你要不要解答一下 我觉得年轻人不都是跟朋友一起去那玩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又不是说是要做什么 我感觉那是很正常的 然后因为他工资的话 你一个男人我感觉 你自己不去想一下 就是找一下商机 来来来就说我 我感觉 我感觉就是男孩子应该要上进嘛 不应该说是来现在来嫌弃我 工资比他高 感觉就是以后嘛 现在都是新时代了 谁有能力就是赚钱多一点 都会反正都是在一起了嘛 那这是我们女嘉宾的一个回应 其实呢两位还年轻 都是第一次相亲对吧 你看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两个突发点 首先都是从自我考虑比较多 特别我们男嘉宾 是有一点点小自我了 这个我能不能夹馭他呀 有他工资比我高怎么办 那也有可能 以后你比他工资高啊 而是两个人感情好 像现在我是觉得 多一点少一点有无所谓 那你工资少一点 为家庭就那个多担待一点 那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是可以协调的 但我知道自尊心重的男生 他肯定会在意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沟通之后 可以协调的 不算大问题 我觉得是可以协调的 因为我现在我的村子 已经买房子了 那是吗 以后比如说我买了房子啊 但是我不能放大 要他来扶着 因为他工资没有高啊 他说现在虽然说不介意啊 我工资比较低 但是以后谁知道接不接意啊 那你就断定你永远的工资 都比他低了吗 工资的问题 所有人八公里啊 我现在所有的工资低 以后说不定 他工资比我更高啊 所以他也可能八公里啊 难免他以后不会嫌弃我啊 他只是现在不嫌弃了一百 我感觉你这样真的是有点搞笑 面对女嘉宾起身离开 男嘉宾并没有要追上去的意思 而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刚见他的时候还有一点期待 但是通过聊天 我有感觉 就是他把错误都怪在我身上 就是感觉怎么做 他都是对的 就是我有很多的问题 我的爱好的话 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然后也是能接受的 工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没有反思一下 他自己就是怪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种人挺搞笑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和他 就是联系下去了 小小气啊 我们先那个单独地聊一下 刚刚呢 感觉把你给激怒了 最后那一点是吧 说说你真实的想法 就是我感觉就是 这就是年轻人 就应该玩的东西 没有什么嘛 就不会干什么 就是我感觉工资这个事 就是他自己不努力的话 还来找我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上学的时候 不好我读书 现在又来找我说 感觉真的有点搞笑了 是 确实是把这个 工资的这个问题 拿出来聊 而且聊得过早了 就是说到以后 家庭的问题了 稍微显得 过于操之过急了 有点急躁了 当然这是我们 可以聊的问题 没有必要 给他下那么死的定论 对吧 那我想问问 就是你对这位 亲亲相亲的对象 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我感觉 他就是性格 也有点问题 可能有点不合群吧 也有点一根筋 我感觉可能不太合适 那你觉得 你这样子的性格 如果说你们在一起了 你能去感染到他 或者是把他 带动成你这样吗 让他加入你的生活吗 就是我可以带他 去进入我的圈子 认识我的朋友 但他不会喜欢吧 他也接受不了吧 那你愿意 再跟他接触 或者说让他改变 这种想法吗 要不要去努力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了 那既然我知道 你的想法了 刚刚男嘉宾的想法 我们也都知道了 这样我们年轻人相亲 好 就用我们年轻人 比较直接的方式 干脆把他也叫过来 咱们把话说开 好不好 好 来男嘉宾 好 刚刚那个女嘉宾 是因为 你看最后 我们都劝了那么多 跟你讲了那么多道理 但是 你还是很坚定自己 在工资上面 特别是这一块的 一个想法 所以女嘉宾 觉得两个人 还是在这种价值观上 还是有一点点不合适 包括兴趣爱好方面 那你觉得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是可以调和的吗 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家里面 从小跟我观点 就是男人 应该当家样那种 那边我是 觉得不能脱协的 那好 那我们男嘉宾 这个想法 还是很坚定的 那我就不在这里 做无用功了 本来呢 还是因为快过年了 很期待两个人 可以外地人 在重庆 能够找到个伴儿 可以回家 让父母高兴 没想到今天 还是没有成功 不过没关系 进来到凡人有喜 也尝试了一下 相亲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不对 也知道了 其实要真真正正地 找一个自己心意的人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相识还是一种缘分的 咱们好聚好散好不好 好 来 握个手 咱们今天就这样好不好 或是有没有 还有再说的两位 没有 没有了 那行 好吧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 找到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本来说年轻人聊天 应该是一团和气的 就算是你我不一样 但是因为年轻 我们都可以包容 很多人的生活态度 是不同的 但是在今天的 男女嘉宾身上 没有看到这一点 尤其是我们的男嘉宾 火是由他调起来的 因为他听说 女嘉宾喜欢调酒 而且调酒都是在 这个酒吧里面 可能就跟调酒师学的 顿时给了一个 非常严厉的评价 他说我不喜欢去酒吧 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 哇 乌烟瘴气 这真的是一个 很严重的贬义词 你有没有想过 女嘉宾的感受 你不认可 你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乌烟瘴气的 那女嘉宾会觉得 我们年轻人 就去那里玩一玩 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男嘉宾 给了一个这么负面的评价 那大家还怎么做朋友呢 再加上男嘉宾 还有一个很怪的梗 他说女嘉宾的生活比我高 这一点我也不喜欢 因为他现在不嫌弃我 将来也会嫌弃我的 天哪 这是令人无言于对 也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男嘉宾 这个大男子主义的这颗心 首先你是不能去乌烟瘴气的酒吧玩的 只要是他不认合的 他认为不好的 那么都是不被允许的 另外男嘉宾家里的传统还告诉他 男人的收入必须比女人高 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 那男嘉宾我要提醒你 你真的得拼命努力工作了 你这个收入只有五千块 养家是不可能的 你一个人吃饱 全家人不饿还行 如果你想这样获得 绝对的话语权的话 你一个人过世 肯定可以有话语权的 但是要养家的话 努努力 女生收入高不是女生的错 是你的问题 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好吗 相亲不欢而散 女嘉宾离开后 男嘉宾叫住了相亲特派员 他到底会说什么呢 我现在也不想放弃 节目组可不可以再帮我 再找一个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自己得好好地总结一下 特别是你自己内心要知道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光这个身高 其实很容易满足 对 刚刚我也想了一下 仔细地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要找的 应该是那种 晚上不太喜欢契约店的 而且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工资不要比我高 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 还是坚持这两点 那其他呢 这是从上一段之后的总结 那自己有没有想过 什么才适合你的 除了这两点之外 我现在想的话 就是找一个 比如说温柔一点的 文静一点的 这样的 男嘉宾新走要求 一 身高1米60以上 二 工资比自己低 三 不爱去夜店 四 温柔 文静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就请编导 赶紧地通过我们的资料库 来寻找到 就是目前符合 张文条件的这么一位女嘉宾 得知男嘉宾新的走舞要求之后 现场工作人员联系 在办公室的同事 挨个打电话询问 符合条件的女嘉宾 那到底能否找到呢 经过刚刚我们的寻找呢 我们编导还是匹配到了 这么一位 也是争取了张文自己的同意 觉得条件符合 所以我们刚刚也请 那位女生 现在赶紧赶到 我们相信的现场 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们女嘉宾的 那个坐的车椅 应该到了 这样我去接她 然后你在这边 坐好一会儿 见面的准备好不好 好的 好的 你好 天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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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凡人游戏 来给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高诗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高诗佳 今年24岁 从事舞蹈培训 月收录四千 本期交由女嘉宾 高诗佳 24岁 身高1米68 职业舞蹈培训 月收入四千年 婚姻状况未婚 至今我还没有交往过男朋友 平时喜欢跳舞 画画 还有看书 我希望找一个 身高1米75 然后阳光一点 有演员的那种 女嘉宾走要求 一 身高1米75 二 阳光一点 且有演员 好温柔啊 我生怕这个风 把你给吹倒了 这个耳机是在听这音乐吗 对 来到现场了 今天我们是来相亲的 然后一会儿把全部的精力就放到跟你相亲的男嘉宾身上 好不好 那个施加今年24岁是吧 对 没有谈过恋爱 对 哎哟天 那么漂亮的一个妹妹 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呢 就是不太想 就是不太想 为啥不太想 这不是应该到了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了吗 因为大学也比较忙 就是还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对 但今天为什么又来凡人游戏呢 就是突然又想了 突然想了 我以为你也会跟男嘉宾一样告诉我快过年了 你带个人回家 着急了 有没有这样的因素 也有吧 因为那个你也不是重庆本地的吗 对不对 然后外地的都着急了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 那这样一会儿呢 我感觉你今天任务还蛮重的 那马上就要跟男嘉宾见面了 因为没有恋爱经验啊 那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 更吸引住对方 跳舞吧 跳舞 因为你的特长是跳舞 对 好 那这样一会儿见面之后 你就给他来一段好不好 好 看能不能够抓住他的眼球 好吗 好 说话细声细气 还没有情感经历的女嘉宾在台上翩翩起舞 柔美的她是男嘉宾 这么高高的舞台进行相亲的感觉 哎哟天呐 温柔吧 这声音听着 然后你也喜欢找 想找一个脾气好的 你看她的感觉 第一感觉脾气还可以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还得靠你们自己去发掘 所以呢 接下来 还是我们男嘉宾主动一点吧 好不好 来 怎么安排约会 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会呗 好 来 走吧 送走了我们性格刚烈的一号女嘉宾 不叫送走 我们女嘉宾应该是离席愤然而去的 其实她代表了好多重庆女孩的那种典型的那种个性 你不喜欢我 OK没问题 我马上就整 你不要来评价我 你没有资格评价我 其实我还挺喜欢一号女嘉宾的 但是呢 今天的相信还要继续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登场了 严格来说二号女嘉宾 颜值方面 我觉得没有一号女嘉宾那么好 但是呢 这个穿着打扮 丝丝纹纹的样子 也许还能够撩动我们这个钢铁直男 男嘉宾的心弦 那么他们见面之后 男嘉宾又会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我们这位二号女嘉宾呢 目前二号女嘉宾倒是有一个优势 就是月收入只有四千块 比我们的男嘉宾低一千 这样我们的男嘉宾肯定是有话语权的 看看他们的聊天怎么样 那里老江是东北面 那里现在在城堂里 你准备定居到城堂里吗 对 南北定居到城堂里 你们像东北那里 有什么喜爱比如说 一套房子 一套车 一辆车 然后外加上十万块钱的 一个丁金财力 这个丁金财力 这个倒没什么 房子的话暂时还没有 但是结婚的话是肯定会买房子的 买房子的话 两个人开心的话 怎样都行到时候商量着来 然后包括车子也是 车子反正都是一个代步的 也不是要求怎样 对 虽然说跟他聊天 有车子房子啊 柴里啊这些啊 东北那边的习宿 但是跟他聊下来啊 这些你可以根据我们以后啊 自己的改变嘛 可以在商量嘛 好商量啊这些嘛 我感觉是听不错啊 你也跟他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那你平时这么去教学生跳舞 跳舞的话 你们学生主要是小学生 还是比如说成年人呢 这些呢 小学生 小学生 是这样啊我没事的话 我可能就跳个舞 然后下午的话 可能没什么事的话 到晚上一直画画 然后要是一呆的话 可能就呆一下午或者一天 你这样能接受得掉 可以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你看画的时候 可以在旁边看你画呀 或者我 在我玩其他的 比如说看会电视啊这些 我也不打用力啊 但是我知道你忙完过后 我们可以一起 比如说出去玩玩就行了 我的话 平时的话 就是一般从 就是24年都没有教过 那个男朋友 然后呢 个人的话 一个人过到重庆来 比较独立 我特别想说就是 那个一个人的食人空间 然后不太喜欢年人 看看能不能接受得一点 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具有的空间 有时候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 我也不会打扰你啊 我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做啊 刚刚他也说了 需要一点自由的空间 比如说他画画的时候啊 其实我也觉得 跟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因为我也是 比如说我在忙事情的时候啊 可是有时候忙点事情了 我也需要一点的空间啊这样 两个人在一起啊 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点 自由的空间啊那种 我是去年的时候 刚开始一个人来重庆的时候嘛 那是什么都不会 那时候不是在学那个剪车嘛 可能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一个人就800块钱 学了差不多一年多 然后现在转正了嘛 那你一个人来重庆的话 你父母呢他们没在重庆吗 哦 没有 对 我也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就大学 我的话一个人在重庆的话 也是比较想家的 就是什么时候都一个人来 所以今天就是想找一个男朋友 这样子 至少能陪着 没事啊 以后如果你无聊的时候 你可以找我啊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啊 我可以看你画画啊 带你出去玩啊 所以我们有个班吗 一起啊可以 聊天的过程让男嘉宾非常的愉快 用如沐春风来形容 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首先我们男嘉宾敏感的 车子和房子的问题 女嘉宾她觉得没问题啊 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奋斗 哇 可让男嘉宾高兴了 因为终于不用 女生来附案街 让男嘉宾的自尊心 受到猛烈的撞击 对吧 开个玩笑 其实就是女生对物质没有要求的时候 男生的压力真的会少很多 而且我们这个女嘉宾的爱好啊 也很棒 就是上完课之后 对 还要补充一点 上课教的什么人也是男嘉宾很关心的 如果是教的成人 如果还有男生的话 也许男嘉宾会心里又不舒服 但是听到是教小孩子 哎呦好开心 这个工作环境肯定很单纯 而且我们的妹子上完课之后 就会回到家里画一下画啊 一个人独处 甚至还特别提出 我是一个需要独立空间的人 我不会很黏人 也就意味着你们不用去陪一个黏人的女朋友 多棒 男嘉宾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看看球啊 自己去爬爬山啊 反正这个女生不会黏你的 不用陪她 她又很乖地在家里待着 真的太棒了 完全就是那种直男最爱 所以男嘉宾聊得简直开心极了 甚至还跟我们女嘉宾一起一苦思甜 回忆起鱼飘的辛酸史 当一个男人肯跟你 袒露他内心这种柔软的 受过伤害的过去的时候 也就表示他正在接纳你 他愿意向你倾诉 向你展露他的内心世界 那么今天的相亲 如果女嘉宾对男嘉宾 又有同样的好感的话 那么相亲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和那个男生谈话的时候 也感觉到这个男生比较真诚 然后也谈得比较开 然后比较谈得来 然后像有些就是像以后未来的那个生活上的事 都那个比较认真的去就是去跟我去聊天 两个外乡人一说到来重庆的各种经历就无比的融洽 就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更是打开了两人的心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两人不知不觉已经聊了快两个小时 相亲特派员这时坐了过去 感觉聊得好默契啊 而且很愉快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聊了些什么 对啊 我们就聊了一些我们的个人经历嘛 一个人到重庆啊 然后再到现在呀 给一些经历一些趣事嘛 因为两个都来自外地嘛 在重庆 如果说能够相亲成功 一起有个伴也挺好的 这个事情 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的分担一下呀 快乐一起高兴 有不开心的事情 还可以互相倾诉 非常好 世佳一直也没怎么说话 我觉得 还好也在说 还好是吧 哎呀天啊 太温柔了 我感觉你这个性格 也真的跟这样的女孩合适 然后世佳那个性格 要是真的找一个稍微 那个过于硬朗的男生的话 我觉得你估计也受不了 这样的刚刚好 那行 但是两个人太近了 要不然我们 你们两个人一起动起来 互动一下 然后再从 发挥出了这种性格呀 这些方面 其他的一些事情上 再来看看这个人 深入地了解一下 看看是否合适 我觉得你们应该除了聊天 这种基本信息的 这种碰撞之外 还应该有一些 其他地方的这种碰撞 才可以 是 是吧 你看就 那个附近 有什么台球啊 游戏机 包括那个 世佳也会跳舞 也可以教你跳舞 你们两个可以动起来 反正气冷 可以动一动 看做点什么事 要不然我们去打台球吧 你觉得怎么样 是 你会打吗 我玩过 但是很少 那我教你 看来你是OK的 很精通的 那行 那好吧 两个人就去玩台球 好不好 那好 走吧 男嘉宾明显对调 吃下来也很容易 感谢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姐 刚刚都是我们接触了 感觉她也可以 我觉得她也可以 我想追求她 你觉得我跟她买个什么 礼物好一点吗 还是什么 你给我建议一下 我觉得 其实我发现点 是对她动心了 那既然动心了的话 我们就弄点 走心的表白 买礼物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点表面了 你看人家一来 为了重视我们这次相亲 给你好的印象 人家跳了一段舞 给你看 对不对 我觉得你看看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长 或者说会的 然后到时候 也可以展示给她看 我觉得能够让人家感觉到 这是真心的一个回应 对吧 那要不然我给她唱一首歌吧 刚才给我跳了舞 我给她唱一首歌 唱歌 你上我来吗 你对自己的歌声很有信心吗 细心倒是有一点 主要是我觉得 唱歌更能 更能够打动她 要达你的心声 打动她 那这样吧 你就去准备一下 我把女嘉宾给你带过来好不好 最后再帮你一帮 好的 刚刚跟男嘉宾打了台球 然后今天相处下来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觉得 杨维挺糟糕的 哪哪都好吗 对 对都好 那是这样的 你看男嘉宾在我们的不远处 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说他有一番话 想单独地跟你讲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路 靠你自己走过去好不好 好 我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 来 慢慢地走向他就行了 今天我对你的印象还不错 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我想唱一首歌来表达一下 我现在的心情 你就是我心中的年华堂 甜蜜的梦想 有你世界就变了 就算天快亮 能不能去眺望 带着心事和希望 放开直到我们自由飞翔 很意外 然后他最后的话 也是唱了首歌给我 之前的话 刚开始 我也是挑了一段舞给他 然后就感觉 他这个人比较真诚 好了 听到男嘉宾这个棉花团 感觉都被腻死了 觉得甜吗 甜 那就是男嘉宾的心意 我们都明白了 那女嘉宾的心意到底如何呢 毕竟这个 如果同意的话 就是第一次恋爱 所以女嘉宾还需要时间 再好好地考虑一下吗 需要 还需要再慎重一点 那这样一会儿呢 我们男嘉宾就伸出你的手 在原地等待 如果我们女嘉宾考虑好了 选择牵手成功的话 就你的 有跳舞的吗 就你的美丽的舞姿过来 然后牵着男嘉宾的手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选择牵手不成功 那么你就直接走过来 跟他礼貌地道别就行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女嘉宾 可以到旁边去考虑一下 同时男嘉宾 你也做好准备 随时等候女嘉宾 给你的回应 好吗 同为外乡人 面对男嘉宾的柔情 和甜甜的告白 女嘉宾会接受她 开始自己的初恋门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 就是见你 在人海茫茫中 倾尽一张 恭喜 恭喜 也可以牵手成功了 你牵着手不一起舞蹈一下吗 表达现在 我跳得比较惨 就不跳了 以后有一个 这么能跳的女朋友 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表现出高兴的感觉 不是应该两个人 一起舞蹈舞蹈吗 下转 我说是三长 好 争取以后 再要进行其他 跟我们的诗家 进行其他表白的时候 一定要用舞蹈 你愿意看到她跳舞是不是 两个人好明显 好了 恭喜你们 可以牵手成功 可以进行第一次约会了 好好的带她 好不好 好吗 感谢节目 然后现在两个人 可以去进行第一次约会了 好不好 跳着走吧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最后那个表白阶段好甜 女嘉宾也是翩翩起舞 转了几个圈 然后把小手搭在了 男嘉宾的手心 男嘉宾最后有两个细节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一个是在打台球的环节 好有耐心 好多男生来打台球 就真的是来打台球了 知道吗 就自己玩得好开心 我们好多男嘉宾 都是干的这种蠢事 但是我们的男嘉宾 是一路上 四十多分钟的 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都是在教女嘉宾 而且特别特别温柔 编导都说很赞的 最后的表白也是很主动 找到我们的特派员 我要怎么样去打动她 我觉得男生 有这种很主动的态度 是非常值得激赏的 最后也是 两个非常契合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一号女嘉宾的那种女孩 可能真的很洋气 又很独立 但她不适合我们的男嘉宾 因此千万人当中 不是说条件最好的那个人 就是我想要的 而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 才是对的 好 真的是看到他们两个人牵手 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两个人可以回家 不用担心父母 再为这个单身的事情 而操心了 可以过一个安稳年了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 我们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女朋友 不知道回家该怎么交代的 所以趁现在赶紧来参加 反人游戏 还有一点时间 同样还是我们的老号了 爱情靠中去 我爱不放弃 反人游戏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她是销售冠军 是妈妈眼中的孝顺儿子 她今年她的业绩 算住得最好 他们公司还是第一 如果是说那个女嘉宾 成为我们家的儿子 我相信他们是很幸福的 一位女嘉宾性格直爽 我希望另一半的话 她的脾气也能温和一点 特别是对家人 对老人更有耐心一点 一位女嘉宾甜美可爱 我的性格比较活泼 开朗 然后比较还幽默 回血 现场发生了什么 让男嘉宾妈妈耐心劝说 其实她心头表达了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有些使用言语 使用心动 又是怎样的状况 让男女嘉宾如此亲密 最终男嘉宾会情归何处 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我对这边不是很熟悉 那边是准备 现在就点起来了 我们现在看个气的话 都会搬进来了 那边是 欢迎游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是